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相伴朋友大家好 我是宇慧 非常開心 現在是過年期間 相信大家都快樂休假過新年當中 不過今天我們也特別為大家 安排了一個有益身心靈健康的一個節目 就是要提醒大家 在過年期間大家很開心的團圓 很開心的吃大餐 很開心的在休息旅遊的時候 不要忘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運動 你今天動了嗎 沒有對不對 幾天沒有動了 不可以不可以 一定要每天維持運動的好習慣 尤其這個年假今年有10天 10天你都沒有運動那怎麼可以呢 你可能會說我之前沒運動啊 可是這10天你是放鬆心情 每天有好吃的大餐 你覺得你累積了這麼多的能量之後 如果沒有靠運動來消耗的話 10天假期過後你回到工作崗位上 你覺得你同事還認得你嗎 所以今天這個節目我們特別用心安排喔 因為我們還特別來到了我們花蓮市非常知名的卡達行旅 他的健身中心 我們還邀請到一位花蓮地區最專業最Pro的教練呢 就是我們現在職稱很長 我要看一下喔 現在他的職稱呢是中華民國台灣運動旅遊發展協會的專委 我們的羅正偉 羅教練 教練好 教練來 趕快趕快加入我們 嗨 主持人好 各位鄉親大家好 我是羅正偉 對 你看看教練的肌肉 這是每天都要固定鍛鍊才可以維持這樣的一個體態喔 那希望今天的節目呢 請到專業的教練帶我們來做運動 那讓大家不管是平常或者是休息時間 一定要挪出時間來運動 可是教練我相信這時候喔 觀眾朋友又會說 運動好麻煩喔 我沒有時間啊 我又沒有去健身房 我家也沒有烘菌 有這麼難嗎 沒有 其實運動其實真的很簡單 雖然沒有辦法在過年期間的時候 沒有辦法去健身房 因為有一些業主他會是休息的 所以其實在家裡就可以做設計一些動作安排 就可以達到燃燒你的脂肪 或者是增加你的肌力 不是增加你的核心的部分 是 所以很重要的一個關聯就是 沒有人說運動一定要去運動場 或者是運動一定要去專業的健身房 其實在家裡我們就可以一個小空地 身體可以伸展的地方就可以做運動對不對 對 只要一個空間 然後你的手腳可以做一個比較大的活動伸展的部分就可以了 對 所以沒有那麼難 今天請到專業的羅教練就是教我們現在在家裡 現在 現在電視機前面就可以站起來 那教練今天替我們安排什麼樣的一個訓練呢 我們原則上今天會設計的是有八個動作 好 八個動作 然後會有結合在你的肌力的部分 然後還有一些核心的部分 對 但是因為我們是環狀的訓練 循環式訓練 所以持續的做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的心跳還是會被提升的 所以這每一個我們身體的一些能力都會被訓練到 是 所以其實大家一直講說運動想減肥 其實不只是減肥這個重要的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剛剛教練提到肌力 肌力是什麼 肌肉的耐力是怎樣講嗎 對 肌肉的運動能力 肌肉的運動能力 這很重要 尤其年紀增長之後 如果你的肌肉沒有力量很容易跌倒 是 很容易受傷 會發生很多意外 對 還有像是我們在訓練的動作裡面 會設計一些有衝擊的動作 那有衝擊的動作就可以增加你的骨質的密度 喔 很重要 骨質密度 所以運動它不只是為了要減肥美觀 它其實跟健康是很有關聯的 是 所以我剛剛一開始就說 我們今天安排的節目是能夠兼顧大家 身 心 靈 健康 沒錯 好 所以教練帶來的強度 是大家都可以做的嗎 是 我們今天會設計有兩個的運動的強度 會有低強度跟比較高的強度 所以如果你是沒有運動的 你可以選擇低強度先去試試看 那某一些動作 你當然可以轉換成是比較高的強度 那如果你平常是有運動的習慣的人 那你可以做比較高強度的運動訓練 也可以讓你達到很多的身體的訓練效果 是 那教練有沒有建議大家 其實至少每天運動大概要多長的時間是比較好的 你原則上像是運動的時間的話還是看個人 那你可以用累積的方式 例如說我今天我可以做幾次運動 對 時間如果你時間沒有那麼長的話 你可以把它用累積的方式 但如果你現在有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像是30分鐘或是一個小時 甚至像我們等一下安排的 甚至是沒有到30分鐘的 就可以讓你達到運動效果 那當然你可以選擇是 我可以多做幾次 多做幾個循環 可以把你的這個強度呢 把它提升上來 對 然後你就可以達到你的運動效果 所以加起來一天至少希望加起來要多少 看你只要是做肌力還是行肥 對 那原則上呢 希望你是可以做一個小時左右的運動 加起來 全部加起來 有可能我今天早上上午的時間 忙完了早餐之後 我有空檔 我可以做個20分鐘 30分鐘 那下午中午要煮飯嘛 家庭煮飯很辛苦 中午還要圍爐還要吃飯 那下午的時間大概5歲的時候 我可以再動個20分鐘 30分鐘 這樣加起來一天就有40 50分鐘 甚至一個小時那就非常棒了 對 那如果像是初學者或是比較少運動人 你當然可以不用一開始做到那麼多的 那麼長的時間 那你可以先慢慢先適應 讓你的身體達到適應的一些部分之後 再慢慢的增加你的強度 這樣是會比較安全的 是 很重要就是一定要動起來 對 沒錯 時間長短還有功能的強度 慢慢的配合 不勉強 我們一定要量力而為 那就是安全為重要 那希望大家養成運動的習慣 那現在我們就趕快請羅教練 為我們示範 今天要帶給大家的這個運動套餐 好 請羅教練 謝謝 大家準備好了嗎 我們準備開始囉 來吧 好 待會示範的是第一個動作 深蹲的動作 那我們雙腳踩寬的站姿 大概比肩膀寬一點點的位置 那我們腳尖很自然的稍微朝前 或有點點朝外的一個感覺 那我們等一下的動作是髖關節要先動 再彎曲你的膝蓋 把你的髖關節臀部往後坐 再彎曲你的膝蓋 膝蓋跟腳尖的方向是一樣的 然後再慢慢的站起來 好 所以一樣 髖關節先臀部往後 再往下這樣做一張椅子一樣 好 再慢慢的站起來 好 臀部往後退 膝蓋腳尖方向一樣 核心收好 背部打直 對 維持你的動作 保持你的呼吸喔 好 這個動作呢 可以選擇做20次或是20秒的時間 好 第二個動作呢 我們要示範的是 棒式的動作 那是一個軸撐的動作 然後訓練一下你的核心的穩定性 當然你大腿前側 還有你的肩 都會有一些穩定的一些訓練動作 好 接下來就是我做側面 等一下呢 你可以選擇的做的動作是 把你的手肘稍微在你的肩膀正下方 把你的膝蓋 你可以從跪膝 然後背部打直之後 慢慢的把你的膝蓋呢 維持打直的動作 那你的腹部呢 腰部呢不能放鬆 腰部不能往下掉下來 所以保持你的身體打直 眼睛一樣只是看向地板的方向 你的整個身體的體現呢 是要維持正常的站姿的體現的位置 然後不要憋氣 保持自然的呼吸跟吐氣 好 這可以訓練到你的肩關節的穩定 還有大腿臀部收緊 保持你的核心 核心也會被訓練到 好 你可以選擇這樣的動作是 一樣做20秒 好 接下來是第三個的動作 我們回到下肢的肌力訓練的部分 那我們等一下是採用弓箭步的一個姿勢 待會我們會做側面的方向 那弓箭步的動作你可以先找到一個跨一大步的距離 腳尖呢一樣是自然的朝前 身體要保持在骨盆上方的位置 然後後腳的腳跟要踮起來 然後往下蹲的時候呢一樣 你的前腳的大腿跟地板平行就可以往上推起來了 那你要記得這個動作前腳的膝蓋不會往前擠壓的動作 所以你要把骨盆回來原來的位置 然後做下蹲的動作 這個動作可以訓練到你的大腿啊 你的臀部啊的位置 所以是下肢的肌力訓練 一樣保持身體打直 核心收好保持身體的體現 好這個動作呢你也可以選的是做20下 或者是20秒的時間 然後我們可以再換腳做 好接下來是第四個動作呢 我們會做上肢的肌力訓練 當然它會結合一個核心的穩定的訓練 那我們等一下呢會踩跪肢的動作 膝蓋可以放在你的地板上面 然後雙手是打開寬的 要超過你肩膀的寬度 超過你肩膀寬度 待會重心往下的時候 手肘的位置會在你的胸口的兩側 頭會置在你的雙手中間的前方的位置 做一個身體往下靠近地板的動作 然後推起來之後你可以選擇手摸肩 回來之後再摸肩 所以穩定你的身體 穩定你的核心 摸肩回來 再摸肩回來 往下 當做這種動作的時候身體不要歪斜 不要歪斜 你要記得去穩定你的核心的動作 身體控制好之後摸肩回來 摸肩回來 往下 對這個動作你也可以選擇只做 20秒或20次的時間 好待會呢第五個動作的是我們要做喬式的動作 它可以訓練到你的臀部的位置 或是腿後或是你的下背部的一些肌力的動作 那我們等一下會採用躺姿的動作 好我們躺在瑜伽墊的地方或是比較軟的地方 雙手放在身體兩側 雙手放在身體兩側 把你的腳踩微微的打開 腳踩在你的膝蓋的正下方的位置 把你的背部貼平之後 你可以調整一下你的呼吸 自然的呼吸跟吐氣 在你的臀部往上提的時候 你要記得臀部一定要先發力 因為這最主要的肌群還是以你的臀部為主 把你的臀部稍微收緊之後 慢慢的臀部往上提起來 跟腰部提起來 那保持臀部夾緊的一個位置 那記得你的膝蓋的位置 它是不會往內夾的 它還是要跟你的腳尖方向是一樣的 記得臀部要往內收緊的動作 然後再慢慢的往下沉 一樣保持你的呼吸跟吐氣 臀部發力臀部夾緊 這個動作不是把你的身體提得越高越好 你要記得你的臀部一定要有意識的去控制它 保持發力收緊夾緊的動作 這個動作非常重要 可以維持你的呼吸吐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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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個動作一樣是可以做20次或20秒的時間 好接下來是第六個動作 那我們第六個就是踩站姿 那我們等一下一樣會做一些下肢的動作訓練 那我們等一下會一開始踩站姿的部分 我們會做一個側向的弓箭步 側向的弓箭步 我們前面有一個深蹲 然後也有弓箭步的動作 現在我們是往側向移動的弓箭步 所以待會兒會把你的一隻腳做往旁邊側跨出去 然後把你的臀部往後退 然後膝蓋跟你的腳尖方向是一樣的 把你這隻腳稍微接近打直的一個動作 然後膝蓋跟腳尖方向是一樣的 然後把背部打直 是你微微的向前傾 去感覺到你的支撐腳這邊的臀部跟大腿的一個部分 然後收回來之後 再來一樣維持這個動作 臀部往後退再回來 所以你可以選擇下降的一個強度 跟深度 然後回來 維持呼吸吐氣 保持你的呼吸喔 記得這個膝蓋不會向前擠壓 一樣一定要把你的髖關節 臀部往後退的動作這個做出來 對一樣保持身體的體現 把腹部收著 好這個動作一樣可以做20秒 或者是20次的 好等一下是第七個的動作 第七個動作 我們要回到一個身體的轉體的動作 可以訓練到你的核心 跟一些做轉動的一些訓練 那我們等一下會到地板上 那我們在地板上的時候 一開始你可以把你的手肘 稍微做支撐的動作 手肘一樣在你的肩膀正下方 那你膝蓋可以先跪膝去做 那當我們這個 跟我們前面有做到一個棒式的動作 這個動作的動作是一樣的 只是我們要加上一個轉體的動作 去訓練我們的側向的 一個核心訓練 加上你的身體轉動的訓練 那等一下的動作 開始的時候 會往側面做一個旋轉的動作 然後你看我的手肘 都是我在我的肩膀正下方的位置 然後呢 底下腳一樣可以踩跪肢的動作 然後把上面腳接近伸直 好然後再用你的核心去控制 慢慢的轉回來原來的位置 腰部一樣不要掉下來 保持你的呼吸跟吐氣 然後再做 往上抬起來 延伸 好慢慢的回來 保持你的身體控制好 慢慢的下 好那一樣再做一次 保持到側面的位置 慢慢的回來 好這個動作呢 一樣你可以做20次或20秒的時間 好接下來就最後一個動作囉 第八個動作 那我們要到地板上做一些 一樣是核心的穩定 還有一些側面的腰部的動作訓練 那我們等一下會到地板上 那雙手呢一樣齁 是在你的肩膀外側的位置 比你的肩膀稍微快一點點 那一樣穩定你的核心 身體打直齁 那等一下呢 在做動作的時候 把你的膝蓋呢 往手肘的方向靠近 就是右腳的膝蓋 靠近你的右腳 右邊的手肘的位置齁 穩定核心之後把你的膝蓋往旁邊 然後回來 再做另外一側 當然你可以選擇 膝蓋後腿一點 中心往前一點 對記得腰部不要塌下去 把你的背部維持打直的動作 保持你的呼吸跟吐氣 好這個動作一樣可以做二十次 或是二十秒的時間 好以上的八個動作呢 是初階版齁 所以對於你比較少運動的 民眾們或者是 沒有運動基礎的人齁 你可以從這個八個動作先去做一些訓練 然後呢一個循環之後 一個動作可以做二十秒 或二十次 當然你可以量力而為 你可以次數不用那麼多 或是時間不要那麼長 對然後一個循環過後之後呢 你覺得你的能力還可以的話 你可以再做第二個循環 或第三個循環 增加你的運動的強度 增加你的身體的消耗 來條 começ ASPECT 到來一下 好 按鈕 做 Marcel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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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